刘仲敬 何谓国民 2014年9月28日深圳经报名人演讲周讲座及答问 国民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处于现代政治建构的核心位置 大概在1800年以前国民这个词还没有很确切的定义 但是现在国际体系既然以民族国家为正统 基本上的政治模式和政治实体都以这个概念为想象的核心 所以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这个词在欧洲以来最早的起源 可以说在18世纪甚至是在更早的时间内 国民这个词的使用是很不规范的 它包含着许多种相互矛盾的意义 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意义就是 相对于宫廷而言的各等级 也就是相当于是产生三级会议或者是各等级会议那些主要阶级的范围 上线不包括国王级左右的庭臣系统 下线不包括完全没有私有财产的人 用现在的阶级词汇来描绘的话 就是相当于是从最基础的乡村有产阶级网上 经过市民阶级 以贵族和乡绅为主 但是达不到宫廷左右那个高度的一个社会集团 如果按照17世纪英格兰王国时期的社会结构来判断的话 这个可以称之为国民的社会集团 相当于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人口的大概25%左右 这个数字大概是可以有波动的 但是最多的情况下恐怕也达不到总人口的半数 因为英格兰王国的人口的半数甚至是更多一部分居民 他们所占有的土地 大概达不到20海德 西德在古英语里最初指家庭 后指足够养活一家自耕农所需的土地 依海德约80到120英亩 或者是40海德的范围内被认为是没有充分的政治责任能力 没有资格参加国会选举 所以他们不具备有产生各等级会议代表的资格 按照当时的国民的概念来看的话 这些居于社会底层的人应该没有资格被看作国民 国民这个概念在近代以前的100多年的时间内 主要是代表一个相对于宫廷的概念 所以谁代表宫廷 谁代表国民 宫廷的利益和国民的利益又有什么分歧 就是当时宪法问题的核心 英法两国在他们塑造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间 经常会出现所谓的拥护国民或者拥护国王 拥护宫廷还是拥护乡村这样的概念 这样两极的二元定义就说明了 当时这两个亡国政治结构的核心问题 贵族 乡绅 市民和有产者结成一个政治集团 这个政治集团认为自己是国民的代表 和宫廷集团有所不同 甚至比宫廷成员更有资格决定帮国未来的发展 至于在宫廷和国民之下那一个完全没有受到任何教育 完全没有任何产业的 也缺乏政治意识的阶级 大家基本上都是不予考虑的 国民这个词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两王国没有得到十分准确的定义和充分的发展 原因也就在于 他们的政治结构大致上维持在各等级共治的格局 所以国民没有面临一个单独组织政权 单独建构共同体的压力 但这种压力在法国出现了 由于法兰西共和国杀害了国王 又驱逐了普世天主教会 这使得新的政治共同体建构出现了严重的困难 效忠于国王的观念必须由效忠于国民的观念取而代之 这一点在英格兰王国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既然要用国民作为效忠的对象 来取代国王的话 那么国民这个概念就必须要重新解释 而且要划出一条具体的边界来 在英国我们可以看出 它的边界主要是阶级性质的 而阶级的核心就是财产 只有你有了一定的财产 所以在最基层的地方上参与正式 承担政治责任 所谓基层承担政治责任 最核心的一条就是 救济本地的穷人 可想而知如果你自己就是穷人 需要别人去救济 那么你肯定不是政治共同体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员 变成一个负责任的成员就是自己至少要有一点点财产 而这一点点财产除了能养活你自己以外 还能拿出来一部分周济别人 能够做到这一点以后 你才能真正是负责任的国民的一分子 受人救济的人是没有资格做国民的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说在英国国民主要是一个阶级概念 但是在法国情况就不一样了 法国首先要解决的是 一个能够代替国王实施统治的政治集团 他的边界应该放在哪里 在这方面阶级的问题就不如地域的问题来的重要 可以说是消极公民到底要穷到什么程度 才没有资格参加政治 这一点对于法兰西共和国来说不是很重要 但是洛林的贵族或者是阿尔萨斯 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是加洛林王朝的发祥地 长期属于神圣罗马帝国 居民大部分说德语 16到18世纪 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被法兰西王国逐步吞并 但保有司法、税收、贸易等方面的传统特权 斯特拉斯堡 斯特拉斯堡是阿尔萨斯的首府的市民 到底算不算法兰西国民的一部分 这是至关紧要的问题 巴黎市民可以认为我们毫无疑问就是法兰西的国民 但是洛林人的身份政治应该怎样解决呢 阿尔萨斯、斯特拉斯堡的市民 他们到底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举人 还是新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民 这个问题必须刻不容缓地加以解决 在法兰西王国的时代 这个问题是可以模糊解决 甚至双重解决的 我们都知道中世纪的政治原则是多元化多层次的 它可以允许有多层次的效忠和多层次的归属 像洛林贵族 它可以同时出席法兰西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国会 这在中世纪的游戏规则中间并不算是十分特殊的 同一块领地可以有不同的多层次的领主 同一个领主也可以有多层次的陈属 因为封建观念本质上是私人契约的问题 所以这些冲突都仍然是可以解决的、可控的 但是法兰西共和国创造了一种全新形式的共同体边界 这种共同体边界容不得暧昧 它必须划出非常明确的边界 像阿维尼翁 位于今天法国东南部沃克吕兹省 1303年 教皇补尼法斯巴士被法军殴打折辱而死 1305年间 法国国王菲利四世操纵布尔多大主教任教皇 即克莱门特武士 1309年 教廷从罗马迁至阿维尼翁 受法王控制 直到1377年迁回罗马 但阿维尼翁仍属教皇领地 这样的地方 你必须要搞清楚 你到底是教皇的土地还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土地 阿尔萨斯和洛林也容不得保持暧昧身份 说你既是法兰西人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日尔曼人 身份必须单纯化 为什么呢 因为法兰西共和国奉行的是 像孟德斯就说的那种雅典式的 希腊共和国的观念 在这种希腊式的共和国中间 什么是主权 主权就是公民权的权体 如果你分割了公民权 那就是分割了主权 所以像索伦前638前559前59年出任雅典执政官 他的改革包括有条件地向外邦人开放雅典公民权 那种把本国人民的公民权拿给外邦人分享的做法 照古希腊的国际法和国内法来说 就相当于是一种颠覆主权的危险行动 像卡拉卡拉皇帝 186到217 罗马皇帝 211到217在位 他颁布的 安东尼乌斯设令 将罗马公民权授予 罗马帝国境内除奴隶之外的所有人 采取的那种做法 把仅仅属于罗马的公民权 交给东方的将鲁和行省居民 这种行为就是毫无疑问的颠覆罗马共和国的暴政 公民权跟主权是一回事 法兰西王国的主权 根基于法兰西国王一生以及法兰西君主的正统性 跟他国民的边界 关系不大 但是 法兰西王国变成法兰西共和国以后 改变国民的边界 毫无疑问就是改变了共和国的主权 改变共和国的主权 是针对共和国所在范围的最大威胁 因此公民权的身份和国民的边界 同时就要成为法兰西共和国开辟 这种新型国家最核心和最根本的问题 为此要流出许多血 为法国大革命流的很多血 我们的教科书往往告诉我们 这是封建君主敌视革命的产物 其实我们从当时的外交家的评论中就可以看出 这里面实际发生的根本性的问题就是 法兰西共和国通过颠覆法兰西君主国 单方面撕毁了当时的所有条约 本来路易十四吞并洛林和阿尔萨斯的时候 对当地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贵族 是保证了他们的特权的 他们可以继续享有他们原先在帝国的特权 但是法兰西共和国为了建立单一主权 边界确定的国民共同体 断然地撕毁了他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原有条约 同样 为了解决阿维尼翁居民的公民权问题 他断然地撕毁了历届法兰西君主和罗马教皇签订的条约 这些条约允许阿维尼翁作为特殊领地 继续受罗马教皇的管辖 而不受法兰西国家的管辖 同样的道理 拿破仑为了解放犹太人 给予犹太人与法兰西天主教徒同样的公民权和同样的身份 他必须撕毁历代法兰西先王保护犹太人所签署的特殊条约 这些条约允许犹太人共同体作为一个不受法兰西王国习惯法所管辖的特殊群体 根据自己的习惯 由自己的拉比进行统治 而平等的待遇就是取消这种自治权 所以要建立一个法兰西共和国 包括拿破仑帝国在内 他都必须在各方面撕毁 他跟欧洲列强和基本上欧洲其他所有共同体所签署的原有条约 这肯定就意味着战争 在大革命之后 拿破仑用了20年时间来重写欧洲的版图 重写欧洲的外交条约体系 为这种全新的政治共同体找到一种依据 使他在法兰西的边境之内有了一个安顿之处 但是问题并不会到此为止 国民这个概念 随住拿破仑的战争 已经跃出了法兰西的边界 而且法国的外交当局 已经开始很有意识地利用国民这个词作为武器 用来瓦解敌国的政治势力 特别是瓦解德国保守的各军侯的势力 这些军侯按照过去的封建等级制度 实行一种类似封建契约统治的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 引入国民这个概念 就会打乱远有各等级的界限 促使市民阶级和贵族 对他们和君主签订的原有契约提出危险的条件 最终引起严重的宪法危机 而这些宪法危机将会有利于法国的外交政策 同时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 也就面临着比法国的知识分子更加困惑的局面 如果说在法国 在法兰西共和国重新确立国民共同体边界 已经是这样一项非常危险的事情 需要大量的合偿时期的流血 那么这种情况在德国或者是在整个中欧会造成怎样的危险的局面呢 法兰西国民至少还可以自己划出一条线 把莱因和以西各省的居民 至少是那些居民中的有产阶级 列为法兰西国民 至少是法兰西国民的候选者 但是你应该怎样建立德意志国民 或者普鲁士国民 或者波兰国民的界限呢 首先这三个概念的界限是相互重叠的 波兰曾为普鲁士宗主国 后来又被普鲁士 奥地利 俄罗斯瓜分 柏林市民到底是德意志的国民呢 还是普鲁士的国民呢 还是只是普鲁士王国的臣民 像波兰人 他到底是波兰的国民呢 还是普鲁士国王的臣民 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国民 还是未来的可能建立的大日耳曼的国民 这是一个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提出的所有理论都是纯粹鲜艳式的 你必须相信存在那种鲜艳的民族魂 这种民族魂以某种神秘的方式 通过语言和习俗 体现于各个具体的环境 否则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鲜艳性的问题所发生争议的时候 除了流血以外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够进行解决的 可以说国民这个概念 在法兰西主要体现为国族 在中欧就变成一种更加虚无缥缈的概念 它变成了我们熟悉的民族 民族和国族有什么不同呢 法兰西的国族概念 它带有明确的主权意识 法兰西国民如果不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主权者 那么法兰西国民这个概念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这个词是从一开始创造出来 就是作为主权者的替代物创造出来的 掌握权力就是法兰西国族性格的核心部分 但是日尔曼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 它只有语言 没有边界 它没有统治权 日尔曼民族是一个没有统治权的民族概念 中欧各民族 波兰 爱沙尼亚和哥廷根学派创造出来的各民族 情况全都是这样的 他们没有统治权 没有主权 与掌握主权的军侯或者是其他政治势力 对民族这个概念 要么是不承认的 要么是干脆抱有极大的敌意的 因此 民族变成了一个像海涅说的那样 变成了一个幽灵般的存在 他生活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上 随时准备推翻现在统治世界的所有军侯 从他们身上攫取统治权 而这种革命肯定会造成长期的大量流血 海涅大概是在流亡巴黎以后 曾经预言过这种局面 他说 未来的人看到这样一场可怕的革命 就会觉得法兰西大革命 砍下的滚滚人头和留下的无尽鲜血 显直像小夜曲一样的无害 过了一五十多年 我们可以看出他的预言是极其精准的 民族概念创造了一个封建 欧洲共同体和法兰西式民族国家共同体 都没有办法解决的外交难题 要想把欧洲的地图修改到能够让各民族完全满意的地步 那是非得要长期流血和冲突的 东欧各国 一般来说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前后的情况下 还是一个只有居民 而没有国族或民族的地方 包括现在我们称之为俄罗斯广大民族 如果你在当时问他们 他们到底是什么民族 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他们只知道他们是沙皇的臣民和东正教徒 这就足够了 你去问土耳其 苏丹统治下的臣民 他们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这样说 我们是苏丹统治下的穆斯林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民族 民族这个概念是知识分子后来为了重建法兰西式近代国家 为他们制造出来的 制造民族的人包括两种人 一种人是想要利用1848年革命和其他所有机会 为自己的地方性小团体寻找出路的 例如像克罗地亚人这样的民族 这样的团体 他们的上层人物或者知识分子 利用革命的机会和哈布斯堡家族极具弹性的现实 把他们自己的力量奉献给王室 在帝国的政治结构中为自己赢得特殊身份 他们利用这种特殊身份作为创造民族的根本 创造民族主要是在多族群帝国的内部政治中间 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发言权 如果他们没有这个民族身份 那么相对于波西米亚人或者像马扎尔人 匈牙利的主要民族 这样得到承认的族群相比 他们在帝国议会的发言权和争取蛋糕的力量 就要受到严重的损失 仅仅是出于这种逻辑 创造民族的过程就会引起创造新民族的过程 只要开了头的从中得到一定利益 那么就无法阻止其他的族群 利用同样的程序 发明自己的民族 然后争取把自己发明的民族 送进帝国的皇家典策里面去 为自己赢得永久性的身份 寻注这种途径 1848年以后中东欧的政治地图上一下子增加了原先许多不存在的 小民族 拿破仑东征的时候纳入统治的伊利里亚行省 拿破仑在巴尔前半岛西北部建立起来的行省 将克罗地亚人 塞尔维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囊括在内 就变成了现在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地区 而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很快就会跟他们的匈牙利贵族统治者爆发严重的冲突 如果按照法兰西市的民族概念来说 这些民族都是不大合格的 与其说是像民族 不如说是像阶级 法兰西市的民族概念就是说 比如说莱茵和以西各省的那些居民 显然他们全是法兰西人 无论你是农民还是工人还是资产者 但是在东欧的情况很绝妙 像在匈牙利 如果你说某一个人是匈牙利民族的人 这个概念其实是不对的 其实你等于就是说他这个人在社会阶级中的身份 他的身份是地主和贵族 所以他在匈牙利国会中有代表权 因此他就变成匈牙利民族 而如果他是一个农民 没有代表权 只是说当地的方言和土语的话 那么你就会说 他是一个罗马尼亚人或者斯拉夫人 罗马尼亚人和斯拉夫人 与其说是西欧所谓的民族身份 倒不如说是一种阶级身份 说明你是一个没有政治权利的农民 匈牙利人这个身份呢 说明你是一个会讲拉丁文 受过教育 有贵族血统 在帝国政治中享有特权的上等人 在乌克兰西部 同样的情况就出现了 说你是德国人 那就是说你是有文化的市民 说你是鲁塞尼亚人 位于金乌克兰卡尔巴千山脉南部 或者是乌克兰人 那就是说你是没有文化的农民 文化的阶级的种族的身份连在一起 就变成一种异常复杂的拼盘 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像法兰西那样 比如说在洛林建立一个全体法兰西人构成的共同体 不可能的 你如果要在利沃夫 乌克兰西部的重要城市 建立一个波兰人的共同体 其含义就是 你要把周围乡下的乌克兰人全都赶回俄罗斯 你如果要在卡尔巴千乌克兰建立一个奥地利人的共同体 其含义也就是要把周围的鲁塞尼亚人统统赶回老家 相反的 你如果说要在特兰西瓦尼亚 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地道的罗马尼亚的国家 你实际上的意思就是 你要对居住在城市里面的撒克逊市民和匈牙利贵族发生一场种族灭绝式的战争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在帝都均是坦丁堡 基本上每一个所谓的种族集团差不多都是专业集团 例如希腊人或者凡达尔人 匈牙利地区的原住民 他们都是在从事航海和外貌有关的行业 而保加利亚人多半是农夫诸如此类 每一个所谓的西欧的那种种族集团或者民族集团的东西 在这里差不多就是一个种族集团或者说是一个阶级集团 由于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不同阶级而能够自我维持 所以仅仅这种情况就造成了 你如果在东欧建立一个比较纯粹的民族共同体 不经过一场长期的大屠杀是办不到的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巴尔前国家这样整整齐齐的边界和单纯的民族化 都是这种长期流血的结果 而且富有讽刺意义的是 最仁慈的统治者最不能解决这方面问题 最残忍的统治者 比如斯大林 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的贡献就是 人为地化定边界 把波兰人赶到西面 把乌克兰人赶到东面 用这种办法制造一个纯粹的波兰国家和一个纯粹的乌克兰国家 我想如果没有斯大林在二战以后搞的这些做法 波兰人能不能够反苏反共成功 那是一件很成问题的事情 假定波兰仍然像过去波兰立陶宛王国那样 全国只有10%的人可以称的上帝地道道的波兰贵族 很多农民是信奉东正教的乌克兰人 很希望俄罗斯来打倒波兰贵族 城市里面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或者是德国人 对他们的宗主毫无效忠之意 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保护导要更看重一些 那么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 哪怕它有中古时期留下来的封建自由的遗产 是不是真能够建立起一个有效的 所以跟俄罗斯抗衡的民族国家 这是很难说的事情 1848年以后这一百多年 东欧就是按照刚才说的这种狼狈不堪的情况继续延续下来的 但是在欧洲以外的世界 故事以更加奇特的方式发生 欧洲以外 像土耳其帝国和波斯帝国统治的近东 民族概念本来是完全不存在的 在这种情况下 奥斯曼帝国的当地人 包括军人和知识分子 扮演了最积极的国族发明家的角色 他们觉得既然西方国家是根据这种逻辑才实现了近代化 才享有了对东方的统治权 那么东方实现近代化的必由之路就是 首先我们要创造自己的国族 如果说是法兰西人有法兰西人的民族的话 那奥斯曼帝国是不是也应该有奥斯曼民族 要么至少也应该有土耳其民族 但是建立奥斯曼民族还是建立土耳其民族 这又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 建立奥斯曼民族就是意味著 把奥斯曼帝国的全体居民 不管他是亚美尼亚人 正教会的信徒 还是埃及的科普特教徒 公元451年 主张一信论的埃及教会被逐出正统教会 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 将埃及人称为科普特人 将埃及教会称为科普特教会 或者是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人 奥斯曼帝国由安纳托利亚高原兴起的势力 统统变成一个奥斯曼民族 这个野心就像是梁启超的中华民族一样的庞大 另一个野心比较小的计划就是 仅仅满足于以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为核心 建立一个土耳其民族 至于希腊人呢 科普特人呢 亚美尼亚人呢 阿拉伯人那些人 就让他们自己去巴 让他们在帝国的边缘作为边缘的少数民族而存在 依靠帝国的机密来统治他们 实在不行就让一部分没有办法统治的少数民族 建立自己的国土范围 这两种路线就是所谓的奥斯曼主义路线和突厥主义路线 在中东经过长期的斗争 最后的结果并不符合双方任何一方的希望 而是由于土耳其自身战败的结果 他很不情愿帝实现了国家的解体 并不情愿帝将基督徒的阿拉伯人和其他大多数族群居住的土地统统割让出去 只是将安纳托利亚这个核心还有一点点亚美尼亚和霍尔德人的土地 在这个残余的基础上 青年土耳其党 青年土耳其党是泛突厥主义的主要政治组织 通过军事政变控制了土耳其帝国 压制其英和主张联邦的自由协和党 依靠德国的支持推行中央集权化改革 废除国内少数民族的自治权 采取挑衅是外交政策 最终同时向英俄两国宣战 导致奥斯曼帝国解体 本著突厥主义的原则建立了一个土耳其共和国 但是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 因为土耳其内部的族群认同和宗教身份认同 以及少数民族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但是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的成功 而是因为他们的失败 他们的版图大大缩小了 极大地减少了他们问题的难度 中东留下来的其他国家 也是一个地理上拼凑起来的 实际上没有什么共同体建构中 面临的严重问题的地方 在这些地方 只要有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还在维持 它的大体上的秩序和基本政治资源 还能够得到保证 一旦殖民主义势力退出的话 它马上就会暴露出自己的问题 根本不是什么民族不民族或者是社会主义不社会主义的问题 它的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建立有效的共同体 这件事情通过解体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你怎么可能在解体以后处理像亚述人这样人数极少的基督教民族 亚述基督徒是同情诺斯蒂派的基督教小派别 据称他们是亚述人的后裔 顾名 他们没有办法在一片连续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国家 一个哪怕是极小的邦国 而任何建立同志性共同体的企图都意味着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对其他少数民族进行一场大屠杀才能解决 由于中东至今还没有产生一个像斯大林那样擅长于搞大流放和大屠杀的领袖 所以中东目前的共同体问题仍然无法解决 如果我们要从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 从根本上来讲 我们只能承认 以共同体和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这块土地上是不能适用的 在这块土地上 真正能够实现勉强的法律和秩序的体制 只有帝国体制和殖民主义体制这两种 其他的体制实际上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民主的问题在中东是不存在的 因为民主是在共同体已经建立以后 在共同体内部进行权力分割的问题 就好像说 如果你是女人 你才可以说是 你在怀孕的时候应该吃什么药的问题 如果你连女人都不是的话 你根本不必考虑怀孕不怀孕的问题 如果你连共同体都没有的话 你根本就不用考虑共同体内部是实行民主政体还是实行其他政体的问题 这都是多余的事情 世界历史从1848年以后向东方不断转移 大概在20世纪初的时候来到中国 就产生了众所周知的梁启超的中华民族建构 以至于经过几十年折腾不已的问题 中华民族到底是五族共和呢 还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呢 是多元一体呢 还是怎么样解决问题 这些高调和低调实际上都暴露出一个非常核心的重大问题 就是说按照法兰西是民族国家的概念在远东重建政治结构 政治想象的问题 遇到了极大的麻烦 任何一种解决方式都会引起无穷无尽的矛盾 现在我们的情况之所以还能够维持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发展比起奥斯曼帝国来说还要晚了50年 倒不是说中华民国以来的政治家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比起青年土耳其党和自由协和党来说有多大的优越性 有很多问题之所以没有真正爆发出来 是因为他还没有被挑明 当事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真正问题 比如说像粤语这样的东西 你敢指明他到底是一种语言还是方言吗 任何欧洲语言都有他们那种语言的载体 汉语、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历史和命运共同体这些东西 依靠近代这短短100年的时间制造出来的神话 没有哪一项是经得住认真的历史学家仔细推敲的 只要一推敲就会发现无穷无尽的漏洞 建构上的困难会导致非常危险的结果 这种危险的结果绝不仅仅只限于充满穆斯林和佛教徒的西北和西南边境 如果你通过挪威人如何从丹麦独立出来的那种经历来考察中国内地各个族群的话 那么哪怕是仅仅是四川这一个省份 毫无疑问你就可以鉴别出几十种不同的语言 这些几十种不同的语言之间的差别 比起挪威与和丹麦与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差别来说 实际上是算不上什么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你只有用一种类似神圣罗马帝国和奥斯曼主义的模糊措施来逃避这个问题 但逃避问题是有代价的 我们都知道从法国革命以来的政治经验就是 除了美国是一个特殊国家以外 欧亚大陆上的所有国家 以及整个国际体系 都是建立在国民共同体基础上的 如果国民的边界不能理清的话 那么权力就得不到落实 这就是意味着 像是在奥斯曼帝国最终解体以前 以及像中国和伊朗现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的权力只能是一个抽象的模糊的政治概念 像是古代的天道概念那样 不能够真正变成具体的 通过习惯法来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 这种具体的落实会引起许多无穷无尽的麻烦 同样 中国和他周边邻国之间的关系 和东亚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 也始终处在十分不明朗的状况下 因为中国没有办法实现他的自我定位 他自身创立国民国家的进程受阻 这就意味着他在国际社会中的自我认同 和国际融入都要遇到严重的困难 他与周边各国之间难以发展正常的关系 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俄罗斯 和前苏联各国之间的关系 俄罗斯之所以没有办法跟乌克兰 格鲁吉亚和其他国家发展正常关系 根本原因就是 他自己处在一个定位混乱的状态 比如爱沙尼亚人和乌克兰人 他已经不可能抱有帝国的野心 他的地位已经很明确了 他就是一个地方性的邦国 这都是可以在领土 边界和条约体系这些问题上 做出具体调整的 调整完了以后 他就是一个小型的地方性邦国 但是俄罗斯面临住帝国的危险历程 他始终没有办法鉴别 自己到底是像乌克兰或法兰西那样一个地方性邦国呢 还是伟大帝国的继承者 还是具有其他什么神秘的身份 就像托斯托耶夫斯基和东正教徒所主张的那样 他应该具有一种俄罗斯的特殊性和俄罗斯的特殊使命 跟美国特殊论和美国天命论形成有利的对比 中国方面现在面临的 实际上就是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什么是根本问题 有些时候大家说是民族问题或者说是宪法问题 其实相对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限制问题和民族问题根本上没有这么复杂 因为限制和民族都是在已经确立了边界以后的状态 在边界已经确定以后 在共同体内部 在划分权力和政治结构的过程上 在哪一方面多一点哪一方面少一点 其实都是比较容易调整的东西 真正痛苦而残忍危险的斗争 发生在身份认同这一方面 中国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间 勉强逃避 但是终究逃避不过去的 实际上 归根结底还是这一关 我们可以合理的预言 在未来的几代人当中 前几代人勉强回避过去的问题 最终还是要面临残酷的决断 无论哪一种决断 都要做出极大的牺牲 跟这种牺牲相比起来 所谓各党派之间的斗争呢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呢 君主制和共和制之间的斗争呢 联邦制和中央集权的斗争都算不上什么 都可以算是和风系于小打小闹的东西 就我自己反复推演的结果来看的话 我确实看不出 像这种复杂的危险的问题 能够通过某种含糊或者暧昧的 或者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方式 能够最终获得解决 恐怕我们今天羡慕的大多数先进国家 所谓的民主的文明的国家 都是在他们历史的比较早期 通过某种极其残酷的手段 实现了认同政治的决断 以后才有今天的 如果你仔细翻一下他们历史 那一段最痛苦的阶段的话 你总会碰见相当于斯大林 或者是诸如此类的残酷人物 用外科手术的方式 替他们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 好 我说的就是这样 听众答问部分 提问人 从1848年 历史的重心转向东亚 东亚本身有一个远东的说法 还有相邻的中亚 整个元朝长长的版图 涵盖了东亚 中亚和小亚西亚的地域 从历史上看 在这些古代的区域生活的 有当年的突厥人 后来的回湖人 现在的少数民族 比如说哈萨克族 蒙古族 包括维吾尔族 您能不能谈一下 从突厥 回湖到维吾尔 到包括现在的哈萨克 蒙古族这样一个 大概的历史变迁和严格 以及突厥语和维吾尔 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刘仲敬 因为民族事实上 都是发明的产物 所以历史严格这个东西 最简单最直接地说就是 他们是最近100年 顶多150年时间 人为制造出来的东西 虽然他们虚拟了历史祖先 跟当地可能有一系列关系 但是跟近代所构建的 共同体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 1920年以前的话 现在所谓中亚的地区 没有可以算得上 民族共同体的地方 虽然它有很多不同的族群 和各种不同的地方性认同 现有的民族 都是通过认同自己发明和自己制造出来的 在血缘的历史上没有什么充分的依据 如果他把古代的 比如说元代的维吾尔人 或者是汉代的乌孙人 或者是八世纪突厥人 认作自己的祖先 那么这只是为了政治上的方便而已 这跟清末的革命党人 把炎黄认作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或者是近代苏格兰人把古代的凯尔特不足认 做自己的祖先一样 是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我们要坦白承认 这种选择是一种政治选择 它在历史上是没有意义 或者是几乎没有意义的 至于突厥语系那种文化传播 大概是伊斯兰交的原因 它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突厥语和阿拉伯语 在当时发生了一种希腊语在亚历山大以后类似的作用 可以给当地各个族群提供一个共同的文化标准 但是就近代以前的情况 也就是19世纪以前的情况来看 突厥语和阿拉伯语的普及 并没有消灭当地的地方性文化和传统语言 它起到的主要是一种通行的第二语言的作用 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到国际社会上去 开国际会一时说英语 回到家来还是说个人自己的本土语言 像19世纪的外交官 在正式场合说法语 回到家里自己说自己的语言那样 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 所以这种情况还不足以构成语言民族主义 语言民族主义和其他的民族主义一样 也都是在一种政治需要的情况下 人为发明出来的 他不符合 也不大可能符合真实的历史情况 提问人 您刚才说所有欧亚国家都是建立在国民共同体制上 而美国是特殊的 美国的特殊性体现在哪里 这些特殊性是促进美国成为国际核心国家的因素吗 刘仲敬 英美两国的特殊是因为他们立国的时间都在法国大革命以前 而且他们直接继承了中古封建欧洲多等级共治的政治传统 他们的法源不是单一的国民和民族概念 而是所谓的英格兰王国的传统制度 而美国革命的正式理由就是 不列颠国会提出取消他们自古以来享有的传统自由 之所以要制定正式宪法 是为了要保护他们的传统自由 所以你去查看美国宪法 你会发现 美国宪法是一部没有国家主权的宪法 国家主权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 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一个虚拟的国民 行使一切绝对的权利 行政立法司法等一切权利都是从这个虚拟的共同体所产生出来的 这就是人民主权论 美国宪法 它不是人民主权论的产物 它是一个更加古老的法源的产物 是多等级多社会集团共治的传统权利的产物 这些传统权利的合法性的基础性 不是在于他们符合想象中的人民的意志 而是因为他们产生于历史无法追忆的古老时代 经过历代的传承 没有任何人对他们提出异议 因此他们符合本政治共同体自古以来的传统规范 这种传统规范构成了他们法律的依据 这就是英国普通法和英美宪法问题的一个根本性的源泉 这个根本性的源泉 可以说它在整个封建欧洲是一个共同的基础 但是法国革命把这个共同的基础在欧洲大陆给切断了 用人民主权论来取而代之 但是英美继续保持了这个传统 并加以发扬光大 在他们的影响所及之处 把这个法律体系扩散到全世界各个地方 甚至扩散到像日本这样的地方 形成了许多单独的实行英美法系的地方 以及许多虽然不是实行英美法系 但是产生了英美法和大陆法的混合统治的地方 这就是等于说是在理论上实行国民共同体和国家主权论 欧亚大陆的大陆法体系之外 形成了一个由日耳曼 撒克逊习惯法为核心的一个海洋英美法系的一个巨大的孤岛 而且这个孤岛很奇异的处在目前世界秩序的核心地位 它具体就体现于美国的特殊性和美国例外论上面 提问人如何理解中国的国民性 刚才你提到文化的阶级属性 这个阶级属性如何理解 刘仲敬 国民是一个政治建构 它和文化上的共同体不一定有关系 如果有的地方提到它的文化共同体 或者提到以语言为核心的国民共同体的建构 那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需要 因为它解释不了 在其他同样存在语言共同体的地方 为什么不能建立国民共同体 实际上国民共同体是一个单方面的政治决断的意志 这种政治决断的意志 在他自己没有掌握实际权力的情况下 往往利用文化的共同体为自己掌握政治权力 伸张自己的正义作为依据 但是这些条件不是冲要的 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特殊性 都必然要产生出国民共同体的政治决断 所以这里面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 对权力的追求和对死亡的恐惧 这两者加在一起产生了身份焦虑 而身份焦虑投射于现实政治当中 导致了一部分行为主体终于实现他们的目的 但是要说是国民性这种文化概念是否真正存在 那是很可疑的 我想其实它如果真正存在 也跟政治民族主义不发生关系 跟认同政治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的 近代中国以来所谓的中国特殊国民性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体系 如果具体分析它的内容的话 它实际上包含了没有经过现代政治训练的 所有东方专制国家的共性 如果用它来形容比如说是印度莫沃尔时代的 那些印度居民 或者说是土耳其和波斯帝国的臣民 你会发现同样的特征对他们也是非常适用的 大体上来讲 如果是一群不懂得自己权利和义务 没有参政经验 也不能通过法律保护自己权利的顺民式的居民 基本上都会表现出这样的性格特点 这一点应该说跟国民共同体的建构 不一定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上述这些特点 都是可以通过政治建构的方法 在区区两三代的时间内 使他们发生戏剧性改变的 同样的地方 比如说像是19世纪的巴尔前 他当时的居民就具备了很多类似 中国近代当时所了解的国民性的那些特点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经过国民共同体的重新建构以后 当地人的行为模式已经发生了极大的 甚至可以说是戏剧性的改变 甚至我们不用说东欧的情况 就爱英法那些所谓最先进的国家来看 革命时期的英国人和后来我们所说的英国人的普遍性格是相差极大的 前一种人是极其好战的 具有非常强烈的神学家性格 好像随时都会在街上打起来一样 后一种人则以彬彬有礼 身世风度和凡事以模糊处理著称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戏剧性的变化 我想这不是因为有什么抽象的鲜艳的国民性 而是因为英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这一点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行为模式 这才是最现实的最合理的一种考虑方法 至于民族和阶级的关系 因为民族这个词用法是非常泛泛的 尤其是在民族没有办法伸张自己正义 实现自己有形化的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 特别像是我刚才描述的东欧的那种情况下 实际上对外有可能称之为是民族的东西 在当地人的意义上来说 实实在在就是阶级 用阶级的方法来解释他们 比用超阶级共同体的方法来解释他们更加恰当 但是 20世纪以来 强制建立民族共同体的做法实际上是把不同的阶级 采用不同语言和文化身份不同的阶级进行强制的隔离 并且迫使他们内部进行职业分化 这种职业分化多半是在国家的强制监督或者引导下进行的 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等于说是用一种人为助产一样的方法 产生了一个民族共同体所必须的一个一个阶级 提问人 按您的说法 中国在未来几代内一定再也无法逃避因中国人的身份识别 认同问题而爆发出的某种巨大的变革 那么您认为哪一种身份最适合现在的中国 为实现这一结果 以何种方式实现 刘仲敬 恐怕没有哪一种方式是最适合现在中国的 什么是适合什么 是不是和主要取决于当事人的决断意志 有些事情事后看来是很好的 好像没有付出多大代价 其实那是因为我们低估了当事人在决断中付出的巨大牺牲 因为现在我们很容易把英美看成是和平过渡 建立了现代化付出的代价叫小所形成的一种典范 但这完全无视了从宗教改革以来经过长期对战造成的极度艰辛的痛苦和流血 如果你只看光荣革命以后的情况 你得出的结论可能符合这种偏见 但是你如果从宗教改革开始看 那你不得不承认 在这最近二百年之中 围绕住认同政治中发生的灭绝性的斗争应该是极其残酷的 残酷到在有些情况下 除了运用肉体消灭的方法以外 没有办法实施稳定的统治 最后在尘埃落定几百年以后 英国人自己也已经忘记了当时的残酷 而我们只看到他历史的后半截 所以就容易认为这是一条比较平顺的道路 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如果你把整个历史放在一起看的话 有些民族看起来比较幸运 实际上是你只看到了他比较幸运的一些阶段而已 这种情况下 我想除了当事人的决断以外 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他们做出判断 说哪一种情况成本比较低 或者是比较轻松 我只能肯定一点 就是任何决断都是极度痛苦的 如果不痛苦 那么这种选择就不足以被称为决断 它就会很像是18、19世纪脱离党 辉格党俱乐部或者像近代欧盟共识政治那样 虽然有无关紧要的一点分歧 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要达成共识的 这种情况是会出现的 但是它总是出现在残酷决断已经实现的几百年以后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这种幸福的 提问人 刚才提到历史的演化过程 历史是过去的 那我们从现实的现在结果的角度 应如何看待国民和国家 有没有一个根本的标准让我们认定这就是一个国家 而不是一个假的东西 要有标准拿出来 第二 刚才你提到阶级性 实际上阶级性这个观念是来自于马克思 那个我们现在认为是西方世界一个带有极其分裂症状的这样一个人 创造出来的 意淫出来的这么一套概念 一套体系 它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 阶级是一个用财产定义一个人的概念 那只有一个傻瓜才会这么做的 对不对 我们现在可以明确的认定 一个人的属性 不是源于他的外在的财产 而是来自我们人的灵魂的一个认定 一个坚持 一个感悟 对不对 这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存在价值 所以这个阶级性在现在就是 按我们现在的定义来讲 就是邪教歪理 那就不要再用这个词汇 那我就想接着问 刚才谈到国民性 国民性 从你的角度 到底是由什么因素影响产生的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都是纯真的 但为什么之后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提到文化 文化形态有史以来有几种形态 刘仲敬 首先 在欧洲的大部分语言中间 国民和国家是同一个词 国民就是国家 国家就是国民 这两者是不能区别的 所以你使用国民或者民族这个词的时候 采取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 在一个没有实际土地和政治建构的地方 称某一个族群为民族或者国民 本身就是暗示 这个族群应该或者是迟早应该建立起自己的帮国来 这一点很可能意味住政治上的流血 所以 称某一个族群为国民 是一件具有极大冒险性的事情 没有充分的证据是不能够轻易这么做的 至于阶级的问题 阶级显然不是马克思个人创造的 另外马克思用这个词时加入了一种特殊的意义 首先我们一般说的阶级或者等级是指西欧封建特殊现象 这些社会一般都分为国王 贵族 市民 或者是其他各个不同的社会等级 这些等级根据自己的特殊权利 在国会中共同参与国是 他们的地位是不同的 这种不同确认了他们的宪法身份 实际上正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身份不同 所以在宪法中享有不同的权利 限制才是有必要的 什么叫做限制 限制就是各个不同的宪法主体 通过宪法框架分享权力的过程 宪法的主体是什么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宪法主体就是各等级 一般来说近代早期欧洲国会通常都依赖于叫做各等级会议 或者叫做各等级代表会议 像法国的三级会议 或者苏格兰的各等级会议 即使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也经常自称或被称为各等级代表会议 可见除了各邦国各政治势力和各政治实体以外 各等级各阶级是主要的宪法主体 也是实行限制分权的主要依据 所以阶级不是一个贬义词 更不是马克思个人独到的判断 像欧洲的早期自由主义哲学 例如像基佐 弗朗皮埃尔吉拉姆吉佐特 1787到1874 1847年到1848年法国首相 保守派 1848年2月革命路易菲利普的7月王朝被推翻 基佐下台 这样的人 你读他的东西会发现阶级那样的词语 黑格尔也经常使用这个词 应当说这个词 因为它是一个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一个历史现实 无所谓好或者坏 就好像有一个地方有很多猪和羊一样 你可以不喜欢吃猪肉或不喜欢吃羊肉 但是你没有办法说这个地方有猪和有羊是不对的 因为猪和羊的存在是一个继承事实 同样道理 各等级和各阶级的存在以及他们分享权力的事实 始终是继和近代欧洲一个继承的历史事实 对于继承的历史事实 你无所谓喜欢或者不喜欢 也无所谓是正面或者反面 当然大多数人 尤其是大多数自由主义者 对阶级这个词的认知 跟马克思是不一样的 他们尤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 把无财产者看作是奴隶阶级的想法 大多数主流的看法应该是 因为没有财产的 最穷困的人是一盘散沙 他们没有组织能力 所以他们不够资格构成一个阶级 证据就是 农民有他们的国会代表 乡绅有他们的国会代表 贵族当然也有他们的国会代表 孝氏有他们的国会代表 因为他们是有组织有财产的 而最穷困的人没有他们的国会代表 他们根本没有选取代表的资格 他们是一盘散沙 一盘散沙就是没有组织性 阶级这个词是包含有组织性的含义在里面的 所以马克思以前的主流看法 并不把最穷的无财产者看成是一个独立的阶级 更谈不上把无产阶级看成是历史的进步力量 马克思对历史和人类科学的颠覆 主要是表现在这样一个方面 而不是说他发明了阶级这个词 这个词绝对不是他发明的 首先这是一个继承事实 其次在他以前和以后所有各派都在使用 绝对不限于马克思和马克思自己的门徒采用 所以这就有根本性的区别 至于说文化 因为人类存在的文化模式足够的多 所以要用几句话把它全部概括出来而没有流弊 那几乎是办不到的 至于说近代一些人主张的国民性 一般来说 照我看来 基本上没有什么依据 他们只能说是一批没有政治权利的居民 为了保护自己所采取的一些耍滑头的生存策略而已 这些生存策略所存在的范围不限于是在中国 在政治条件类似的情况下也存在于其他一些地方 比如说印度和波斯 在政治条件改变的条件下 这种行为模式是可以改变的 因此它的历史影响并不是很大 提问人 从华夏到中国 您创作了多久 您想传达的历史观是怎样的 您这本书的创作背景是什么 刘仲静 如果你读过博尔赫斯的小说 小静分叉的花园 的话 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交叉小静的花园 它像迷宫一样充满住错综复杂的回路 但是回路中间相当于十字路口的交叉点的点却是不太多的 你只有在这些交叉点上才有选择路径的自由 如果越过了交叉点 就像是火车开出车站一样 你很难在铁轨上面突然改变方向 那样做是很容易翻车的 但是你如果在火车开进车站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选择 在这个车站上你可以往不同的方向开 而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一座交叉小静的花园 有很多情况下发生的很多重要的事件 例如像凡尔登大战那样的事件 他们是不值得叙述的 因为它就相当于是火车在铁轨上开动的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 你基本上没有选择方向的自由 但是在有些极少数的情况下 你有选择方向的一定的相对的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 历史的发展不是绝对的和必然的 照达尔文士的演化论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没有历史必然性这种东西 如果地球的演化史重新发生一遍的话 站上风的不一定是哺乳类的动物 历史的神秘性就体现在这一方面 所以你如果具有选择可能性的那些关键时刻 和可以影响各种不同选择的潜在因素堆积起来 就可以看到 历史实际就是路径积分的结果 其他那些行驶在轨道上的情况 例如 凡尔登大战使用的武器是什么 他们当时战术战略如何 实际上都是关系不大的 即使全部忽略 也不会影响人的理解力 提问人 您翻译的 英国史 我看了很多遍 特别是13世纪大宪章和议会 的确立是英国历史上的转折点 最终使其成为强国 而同期的南宋王朝 在这个时期就灭亡了 当时的宋朝在世界上是经济文化科技贸易的中心 这么一个强国反倒是没有存活下来 包括您刚才说的国民性问题 很多人也提到 唐宋的中国人和元明清的中国人也会有明显的差别 我想请问您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理解 刘仲敬 我不觉得宋代的失败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地方 如果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吴国或者越国 或者说是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灭亡了 我都会觉得这是很遗憾的 因为这种像圣马利诺共和国和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一样 它代表着一些宝贵的传统和政治经验的损失 但是宋代也好 唐代也好 还是以后的历代各王朝也好 虽然广土众民 但是他们统治的方法都是极其简单的 你统治一百万人是这样 统治一千万人是这样 把领土从十个省扩张到二十个省也是这样 他们只是一系列阿米巴的简单堆积 要想在这样的国家产生宫廷豪足是不成问题的 你只要对每一个散沙一样的居民稍微增加一点税收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这些居民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组织能力和抵抗能力的 像泉州、越州这样一些城市论人口和财富来说 肯定比伦敦和威尼斯要强大得多 但他们是什么呢 他们的居民和乡下人没有任何不同 他们同样处在行政官员的不断管制之下 可以随时从他们身上捞得生命 任何树木的金钱或其他的物资 实际上他们存在的目的也就是纯粹意义上的生物人那种 把他们跟春秋战国时期的国人比较起来 他们显然是退化了 洛阳和岗金的居民或者是鲁国的居民 他们能够跟他们的君主讨价还价 必要时还能够发动暴动 把他们的国君和王子赶出首都 他们有一定的政治权利 尽管是不大规范的 多多少少可以跟古代的希腊人或者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居民相比 但这一切在起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基本上消失了 今后的中国历史就是由少数军事冒险家和武装集团对大多数毫无抵抗能力的居民实行单方面武断统治的历史 这种武断统治到底能持续多长时间 在统治过程中到底能够榨取出多少财富 这根本就像是一座森林里面的野树树木的增长 一座牧场上面羊群树木的增长一样 没有多少意义 最终还是要被收割的 一个牧羊人可能觉得 以前的牧人放了200只羊 而我放了2000只羊 我发了一笔财 所以我的王朝比以前的王朝要高贵得多 但是我没有这种看法 在我看来他们在性质上 差别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说中国有什么值得惋惜的东西 那么那肯定是在同一块土地上 比如楚国越国和吴国这些有自己的特殊体制和宪法结构 由他们自己的贵族和平民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所组成的 随住这种斗争的熄灭 远东作为文明的发源地和组织资源的供给地 实际上已经死亡了 我不觉得这些历史以后发展出来的 单纯争夺权利和财富的斗争有值得记录的必要 提问人 清末以来 民国17到1949年之前 中国很长时间是个乡土社会 在这样一个时期内 中国是否有阶级的存在 刘仲敬 照西欧的阶级理论来说 那么无疑 宋代以后的中国 如果你把八起子弟这种源于军事征服的特殊存在给略去的话 那么乡村的宗族共同体是没有明确的阶级区别的 它没有明确的财产权 财产是宗族以一种类似于共产主义福利社会的方式控制和分配的 失去宗族身份你就失去了财产的所有权 但是你忠于宗族文化也顶多是在你终身有一种不稳定和不完全的公民权 穷人和富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 因为什么是自己的财产 什么不是自己的财产 本身都是一件无法画清楚的事情 其主要作用就是文化资本 就是说你对儒家礼法和宗族习惯的一种了解 可以使你获得一种模模糊糊的凌驾于其他人至上的优势 但这种优势是不稳定的 简直不能够称之为阶级 尤其重要的是阶级必须是组织 而中国宗族共同体最大的特点就是 除了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联系以外 它的组织是极其散乱的 抵抗力是极其虚弱的 所以这样的社会与其称之为阶级社会 不如说它代表了阶级社会瓦解后的反面 它和组织严密的阶级社会相反 它是一盘散沙 这是对它最恰当的描绘 提问人 清朝对国民性认同有什么影响 刘仲敬 国民性和认同是两码事 清朝的情况 我想他实际上是在已经严重散沙化的 中国社会当中输入了一定的组织资源 已经散沙到没有办法自我组织的地步了 而一旦皇帝和宫廷瓦解 就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们组织起来 而关外的社会呢 它还保留了一定贵族封建制的遗产 它的组织能力 尽管人口较少 组织能力却明显优于关内的散沙 这种优势使他能够在短期内击败 并征服明朝统治之下的广大国土 同样的过程发生于300年后 这个现象与其说是说明了满洲贵族和骑士 日本将军和武士的力量优势 事倒不如说是说明了被他们征服的 中国社会已经涣散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 至于说国民性和认同 我想这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东西 认同政治这种东西是纯粹近代化的产物 把它推到近代以前的时间段是很不恰当的 国民性这个东西在19世纪以前从来没有人提过 它在19世纪以后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刘仲敬样 分析它的结构 也说明它只是一系列短期博弈行为所产生的 没有长期的历史意义 即使说近代中国国民性有某些意义 也没有办法把它和宋代或者是明代的社会形态直接联系起来 清代对中国最主要的影响 我想与其说它对中国 不如说它给远东整体 带来一个多行为主体 多元共同统治的格局 军和国 这种格局跟明代的华谊秩序是有一定差别的 同时 因为满洲贵族的组织能力强于汉族的士大夫 他等于说是在某种意义上弥补和延缓了散杀社会的最终衰亡时间 提问人 台湾地区经历过228和甲午战争的日本占领 通过两次或三次总统轮换 是否已经发展出像西方民主国家一样的共同体的存在呢 刘仲敬 我想 台湾的共同体意识和大多数的共同体意识一样 也包括很多事后追认的成分 像228事件和日剧时期的亚西亚孤儿事件 亚西亚的孤儿是台湾作家吴卓刘成名的长篇日文小说 对当年的台湾人 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其矛盾与混乱有深刻描绘 事后追认的成分都是很强的 我想 台湾共同体 真正的命运意识的产生 应该是出现在70年代以后 面临着被国际社会抛弃的危险 以及面临着本土以族群斗争形式展开的宪法斗争 在这些斗争的危险时刻 台湾人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严重的焦虑 为了解决这种焦虑 他们创造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并且引用过去发生的若干历史事件 来编织出一套属于自己的历史 在这套历史的保护之下 他们的共同体意识能够得到顺利的成长 这种假定应该说是最接近于真实情况的假定 提问人 您提到在中东还没有建立民族国家的体系 那么您认为在广大的穆斯林世界 未来是会走向他们当初的本源 也就是一个正教合一的广大哈里发国家 还是会慢慢通过不断的流血 不断的动荡 形成一个稳定的 有边界的 生成伊拉克民族 叙利亚民族 埃及民族 突尼斯民族 这样的民族国家体系呢 刘仲敬 我想 最仁慈 最符合文明意义的解决方法显然就是殖民主义 这方面唯一的障碍实际上就是有资格实行 殖民统治的国家不大愿意背上这个沉重的负担 除此之外任何其他解决方法 都需要长期的流血 而且流血的过程中间 有许多变数 不一定能够达到合理的共同体构建的目的 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 即使是在共同体构建最完善的法兰西和西欧本部 共同体概念的延续也不是没有面临重大冲突 像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这一类的冲突就已经微妙的预示 由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这种政治范式 可能并不是永恒的 即使是在欧洲 也未必是永恒的 它会受到超国家体制和亚国家行为主体的双重抵制 未必能在无限长度的未来中维持它的优势物种地位 假定民族国家体系和以国民认同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本身就是过眼云烟 那么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问题的意义要看你事先设定的理解框架 有些东西如果你能够换一把梯子 换一个理解框架去理解的话 就会发现根本不成问题 有很多问题 如果你用中世纪那种多层次多元的国际体系观念去理解的话 那么它本身是一种完全正常的现象 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提问人 近年中国的民族问题日益凸显 您认为我国的制度设计对意志文化的包容能力存在哪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您对民族问题的发展趋势如何判断 刘仲敬 严格来说中国的核心体制是列宁主义体制 是从苏联引进 通过冷战时期以一种类似颠覆的方式 很有点像是寄生在一种植物上的方式 在30年代和40年代逐步植入到中国的体制中去 那么列宁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 它对意志文化没有任何包容能力 它的存在就是为了摧毁一切世俗社区 这种事情之所以没有发生 这是因为列宁主义的国家体系实际上已经不再能够笼罩社会全体 而笼罩社会全体的是另外一种比列宁主义体制要古老得多的体制 我把它叫做托勒密室的国家社会主义 它的特点是 由一个掌握武断权力的立志国家对全社会的政治经济实行垄断 然后通过这种垄断经营的手段 通过政府经营的手段 可以攫取超额利润 从而截断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所有可能性 我想中国真实的社会体制在列宁主义的核心之外 包含住这种托勒密室的立志国家 在这个立志国家之内 存在住广大的 完全没有组织能力的一盘散沙的社会 这才是中国社会真正的面貌 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民族应该说是一种伪问题 首先这个散沙的主体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汉民族 它完全不符合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条件 体现在它的散沙性上面 同时在边疆地区残留了一些具有残存组织能力的共同体 这些共同体的绝大部分其实也不符合国民或者是民族的基本定义 但他们残余的组织力量 多于内地的散沙 这使他们引发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长了 这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实际情况 提问人 在一国两制政策和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 香港社会矛盾比较尖锐 香港在对中国大陆的身份认同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不太和谐的声音 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请问你如何看待 刘仲敬 这些问题就像是在八十年代的台湾一样 经过一代人的时间 大概就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了 但是因为事情刚刚发生 现在要得出靠谱的结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任何靠谱的结论对要在大体上已经过了至少一代人的时间之后 你才能够差不多得出结论 在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 做出正确的判断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想正在发生的各种冲突都是历史的催化剂 它们催化产生出来的结果 现在要评价确实还太早了一点 提问人 您的体系中经常提到人的勇气和德行 历史行为主体的德行以及历史当中神秘的法则 这种不是非常看得起实证主义的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 或者背景 有什么您个人方面的原因吗 比如知识体系或者经历上的原因 刘仲敬 这种东西很难说是神秘主义 所谓的神秘法则 是指这样一种东西 它实际上跟中世纪所谓的神秘秩序是差不多的东西 它包含的是这样一种意思 就是说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 它是有规律的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充分认识到这个规律 因为我们只是人 而人的能力和理性都是非常有限度的 我们认识不到规律的存在 不代表规律是不存在的 仅仅是因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这个事实 就足以使我们断定 规律一定是存在的 不会因为我们发现不了 或者是不能完全发现而否认 所谓的神秘法则就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指它是以某种苏菲教之类的神秘体验 或者天人合一的方法去体验 它恰好相反 中世纪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在各地方共同体的宗族习惯中间 发现普遍的神异秩序 神异秩序是普遍的 但是比如说 爱尔兰人或者苏格兰人的习惯法是具体的 但是你仍然有可能通过具体的习惯法 发现整体的神异秩序 实际上这就是爱德华柯克的说法 他说 普通法为什么代表人类的普遍理性呢 恰好就是因为它是习惯法的记录 因此他经过历代冥王 贤人和哲人反复的实验 在这种达尔文式的探索中间 一次又一次地淘汰了不合理的成分 保留了合理的成分 所以经过这种达尔文式的淘汰 产生出来的这种普通法 恰恰就是人类最普遍理性的体现 它能够最好的体现出神异秩序 这就是我所说的神秘法则的意义 之所以它是神秘的 就是因为它毕竟是人类理性 不能充分认识的东西 但是理性又是人类唯一所有的东西 所以你必须在不能充分认识的情况下 通过一种经验式的 演化论式的思判方法 去发现你能够发现的那些东西 主持人 您接下来大的动作 能不能够给我们剧透一下 刘仲敬 这个 我一直在策划写 英格兰宪法溯源 我想 相比起中国的历史来说 要理清西欧早期 尤其是英格兰王国的历史 是要更加困难的东西 因为它的复杂性远远超过远东 可以说自从起始皇以后 远东的历史就变得异常的简单了 它的文明丰富性严重的缩减了 而欧洲呢 照我的说法 它是一个世界文明的种子银行 就是说它包含了特别多的基因多样性和路径的不同性 因此 近代文明产生出来的绝大多数制度创新和演化路径 都来自于中世纪早期的欧洲 所以要理清它的头绪应该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但是恰好是最重要的事情 中国在这方面有极大的偏见 只喜欢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 这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 我喜欢一棵果树 只喜欢它的果子 但是不喜欢它的树根不分 主持人 您能不能再具体介绍一下您的著作 从华夏到中国 刘仲敬 它的跨度太大了 而且每一片的密度太高 所以幅度基本上跨越了中西文明的所有时间节点 你只要这样理解就行了 它是关于路径选择的书 在人类文明曾经存在过的那种网路状的各种路径当中 选取出那种可能有不同发展 可能有其他选择余地的那些为数不多的选择点交叉路口 而把那些没有什么选择意义 只单纯顺流而下的发展给忽略掉了 像这样一个地图 可以说是忽略了迄今为止大部分历史著作看重的那些部分 只强调了那些有可能对人类选择产生影响的极小一部分 全文完